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书纽分析表 在分组 我都要做分组的一个功能 那分组功能主要分为 针对数字的分组 针对日期的分组 再来就是文字的分组 我们大概分这三类来做说明 好 那如果我今天要依照数字 理论上应该要找一个有年龄的啦 几岁到几岁嘛 好 那这边没有年龄 我们大概以单价来做分组好了 好 先做我们的书纽分析表 插入所影标签的书纽分析表 确定 好 那这次呢 我们以他的 我们直接选择 产品 产品的 单价 OK 我们直接以 客户购买了什么金额好了 金额 小季 好 小季 什么产品卖多少 那他的单价 我单价放在蓝好了 为了方便说明 我把产品放到蓝 单价放到列 OK 好 这是什么产品 那旁边的标签这里就是单价 列标签 其实我们可以改成单价 那这个是产品嘛 好 那这边完成之后呢 如果以数量来讲 单价这个部分 我可以把数量 这个整个单价 滑鼠靠近单价这边会有个向下的黑色键头选起来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所有单价的栏位选起来 我们就可以在枢纽分析表 工具的分析这边 去做群组选取项目 好 那因为你选的这一个栏位都是数字 所以他知道你群组的要是数字 他就问你开始点跟结束点 好 假设开始点我们设定为1 好 那结束点我们设定到270好了 300好了 兼具值我设定50 这边可以自己决定 我按确定 1到51 51到101 101到151 那这边就会呈现出 他筛选出来的一些结果 OK 绝大部分都 单价都在1到151之间 其实都通常这个会做这样的一个群组 通常是以年龄 几岁到几岁之间可能购买的人数 购买的人数 那这样就可以判断出哪个年龄层是我们主要的客户群 OK 通常以年龄 那单价当然也有 就大概就是我们公司的单价 购买比较多 大概单价格是落在哪个区间的 那这个可能要类似的商品才能比较 同样类型的商品 大概什么样价格之间是一般民众比较容易接受的 OK 那这个例子大概只是为了要谈数字分组的一个功能 OK 所以如果你遇到数字 你选的这个栏位是数字 他去做群组的时候 自己会问你 你的其实 你的开始数字跟结束数字 中间值 区间的中间值要多少 他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 这是属于数字 针对数字分组的一个功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我把单价拿掉 移除这个栏位 我现在放入的是订单日期 这就是日期了 那你会发觉 日期他怎么已经有年 季 他已经分好了 因为这边刚刚有做过群组 好 我在枢纽分析表 这边我们重做一次 插入 枢纽分析表 好 一样到新的工作表确定 这一次我们用的是订单日期 有没有发觉 日期他就分好了 那这里 接下来我们放的是 小季 日期他自动产生 季跟年 季跟年的一个呈现 所以2015年的第几季 我们金额是多少 这边就可以算出 各年跟各季 它的一个总季效果 那2015年 第几季 7、8、9、月 第四季 这个就可以去 很快去算出 日期的分组 日期的群组 这是属于日期的群组 好 那如果接下来 我们要对文字做分组呢 好 我们一样在 其实我拿工作表2来修就好了 我把季跟年拿掉 好 那订单的日期我也拿掉 好 这次呢 我们放的是地区 好 各个地区 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园 哎 他刚好排的是 我们要的顺序 这个顺序排序 刚好是我们要的是因为 在我们 呃 枢纽分析表这边 呃 如果 我们打算做排序 我可以单独选择 其中一个栏位就好 那排序我们在常用可以做 或资料这边都可以做排序嘛 那在排序这边 呃 我可以手动 拖曳 当然我可以从A到Z 以地区 A到Z 确定 呃 有小排到大 这个不太像有小排到大 这是因为当初的排序 更多选项里面 哦 我们呃 自动排序这边可以选择 以我们当初所设定的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我们有设定这个制定排序的顺序 OK 所以他会依我们的条件来做排序 好 他会依我们的条件 哦 这个在前面的排序有稍微说明过 文字 文字的排序 可以针对我们的地区这边 假设这是我的排序的顺序 哦 这把这个顺序呢 档案的选项 在进阶这边 哦 我们可以对文字做一个制定清单 把这个顺序 汇入到清单来 我先把它删除掉 哦 哦 当我没有这样的一个顺序的时候 然后这里呃 我们的这里的分组排序 哦 他就没有一个一群了嘛 哦 我由小排到大 由大排到小 这里的排列就会是乱掉的 那乱掉 其实我要做分组也可以 因为我们可以复选嘛 哦 我们可以Ctrl & 方向去选不连续的范围 然后去做 枢纽分析表的分析的群组 只是这样要选不好选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区排序 这个范围 选起来 档案的 哦 我们到选项 直接在进阶这边的 呃 卷轴往下卷 编辑制定清单 可以把刚刚选的这个范围 汇入变成清单 确定 确定 那回到刚刚的工作表2 这里的排序 我们就可以直接 不要选哦 停在这一格就好 停在某一格就好 好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资料的排序 好 手动 OK 更多选项 那这边就可以选择我们刚要的这样一个效果 基隆 台北 新北市 确定 确定 好 可以让他依我们要的来排序 那设定好之后 我就可以 地 呃 有小排到大 或有大排到小 就可以依我们要的来做排序 好 那这排好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择从基隆到假设了 基隆到苗栗 这个是北区 好 那我们就可以枢纽分析表工具 分析群组选取项目 假设这个叫北区 好 接下来从台中假设我选到 呃 加议好了 群组 中区 呃 如果这个区域不对 选的分类不对 没关系 大家知道该怎么做 去分群组就好 台南 我们一直要高 呃 屏东好了 OK 群组 南区 那后面这里我们就称为东区 群组 好 这变成是自己来决定 好 我自己做群组 因为文字的部分 电脑不会知道谁是一组的啦 好 文字的部分电脑不会知道 好 那这个当然我们会在苏纽分析表工具的设计 这边小计 我们在群组底端显示小计 一般会这样 好 那这样就有这样一个小计的一个效果出来 那版面配置可以以大纲来呈现 这样更清楚一点 各区的小计是不是就可以列出来了 好 那这是属于枢纽分析表 分组的功能 它对数字的分组 日期的分组 还有文字的分组 都有不同的一个做法 好 都有不同的做法 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试看看